台湾在有记录的四百多年历史里面 往来的各国人民 带来了各种文化与当时的科技发明 久而久之 拼贴发展成特有的宝岛风情 到现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其中印刷术 就是长久引领我们文化发展的重要工艺技术 印刷技术始源于中国 它的发明和流传 加速了知识与讯息的流通 而早期的主流技术雕板印刷 制作流程分三大步骤 一 写样 画匠先将文字及图画描绘于博纸 二 雕板 雕工将稿样返贴在木板上 一道代笔将图文可印成板 三 印刷 印工在板上刷墨 复纸 将板上的图文复印于白纸上 以达到重复印刷的目的 台湾版印从初期由中国运送成品来台 一路发展到1820年 台湾第一家民营科印坊 松云轩科印坊成立 是台湾印刷可独立作业的象征 自此迈入雕板印刷的黄金年代 道光年间 知识分子卢崇玉在台南成立松云轩 在民间信仰新生的背景之下 主要业务以宗教经文及各种善书为主 不过也科印医书 年谱 个人文件 书看定制等等 松云轩在当时以科工精巧而闻名 工作坊中也培育出许多手艺精巧的师傅 对于台湾科印事业的发展 发挥了关键且正面的影响力 政府文书 地方制书到民间招牌商标 生活节庆与宗教信仰物品 凡是生活里所接触得到的文纸事物 都离不开板印的应用 但随着活字版印刷的传入 知识的普及 民众对于知识传播的需求日益俱增 缓慢的雕刻字板 已无法满足快速转动的社会进程 渐渐的 雕板印刷由活字版印刷取代 文字脱离了木刻板的制约 开启了在台湾的旅行 活字版顾名思义指的是 使用单颗字膜 将文字组合排列成印刷板 并可拆解重组 这样的灵活与质板效率 是雕板所无法比拟的 西元1440年左右 德国的古藤堡将多种印刷技术整合 发明了使用签 锡 地等合金翻柱的签字 脂肪性油墨与印刷机 这整套印刷工具与流程 在半个世纪内传遍了整个欧洲 开启了印刷工业化的先端 中国早在宋代 约西元1040年 就有毕生发明了焦尼活字印刷 但一直到19世纪末 活字版印刷才渐渐在汉字市场普及 主要原因就是汉字数量太多 光日常用字就有六七千字 总数更是高达数万字 相较于西文的26个字母 制作汉字字模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 所以一直到使用 合金翻柱签字的技术成熟 甚至传播的市场需求 达到一定程度时 活字印刷才渐渐在台湾普及 台湾自17世纪开始 虽然在荷兰与西班牙治理时期 已有西文的活版印刷品传入 但却迟至1880年 才见活版印刷技术引进 来台宣教的基督教长老教会 巴克里牧师 在台南创立教会公报印刷所 聚真堂 将台语以罗马拼音的方式 编辑出版 台湾府城教会报 是台湾本地出产的 第一个活版印刷品 但由于只用于宣教 所以并未为台湾活版印刷技术 带来改变 1895年 台湾进入日制时代 现代化的西式活版印刷 经日人消化改良后 透过治理台湾的过程 才将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移入 其中以1898年 创设于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代表 日人报社 书店 印刷厂陆续进驻 成为印刷技术扩散的基础 也由此经历与地缘关系 在外华一带发展了 现代化的印刷产业 在1945年后的几年间 日本战败 国民政府又因内战而撤退来台 一场文化大迁移 官方与民间的印刷设备 人才 观念 工具 方法等 也随之迁移来台 在台湾交汇与融合 活版印刷 便有源自中国的上海市 与早期改良自日本的台湾市的分别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属丰杭正凯 徐鸿章先生 在1949年由厦门渡海来台 带来了丰杭同模铸造签字 印刷后自行优美 点纳沟处力道十足 保留了书法的笔画 与自行结构特色 与日文汉字有所差异 所以特别受到市场青睐 当时台湾活版印刷业迅速发展 竞争激烈 技术融合与精进 美元资金与技术的导入 因应战后重建的文教需求等原因 让当时的活版印刷发展至巅峰 当时更有 隔红印班翁 我吃皮马康的礼语流传 可见活版印刷盛事 以下 让我们来简单地了解 活版印刷的工作步骤吧 1.柱字 在凹刻的铜膜上 胶住高温液化的铅合金 待冷却脱膜后 就是一颗颗印刷用的图板签字 2.剪字 剪字员依照要印刷的文稿 到字架前逐字将所需签字挑选出来 依序放到字盒内 供排版使用 3.排版 剪字完成后 会由排版师傅 在排字桌上 依所需的板面尺寸 依序排列活字 与符号图板 而留白处 也必须以空签填满稳固板面 并使用棉线加以捆扎固定 这又称为组板 4.打样 为了教稿与确认编排 会先将排版好的签字板印制样品 并经过3至4次校改手续 完全无误后 即可进入印刷流程 5.印刷 将墨涂上板 并利用压力将墨复印在纸上 早期通常使用圆盘机 或平台式印刷机来量产印刷 6.印后加工 印刷后 以液刺的顺序叠合整理 在书背上以胶粘合 或以钉 线缝等方式装定成册 再经裁切等加工 即成为完整的印刷品 制板过程中 为加快再板速度 节省储存与运送成本 发展了一种 可将牵板轻量化的储存方式 纸型 处理过的纸 竟拍打并重叠在签字板上 塑形而成凹字的纸模 就是纸型 只要保存轻薄的纸型 在下次印刷时 将签液注入在纸型上 就可以再制作出 一块印刷用的签板了 纸型重量轻 且可弯曲 易于运送保存 又可大量复制 是早期报业非常重要的 生产技术之一 然而更丰富 更快速的彩色品板印刷 一步步的取代 需要大量人力的火板印刷 1990年代的电脑 与资讯冲击 更将火板印刷 推入淘汰的命运 雕板与火板 虽都已不是技术主流 但在数位化的现代 锦印刷品压印在纸张上 那图纹的痕迹 幽默的厚度 更容易让人感受到 一种真实存在的温度 火板印刷的淘汰是必然 但台湾也是少数 还在使用正体中文 并保留正体中文签字的国家 为了不让这个产业 在台湾消失 火板印刷由实用走入文化 用典藏 展示 体验 设计创作等多种样貌 诉说着属于 那个年代的风华岁月 这是保存台湾印刷文化资产的使命 透过了解产业时代背景 与技术演技 体会那曾属于 长明生活中的 台湾传统工艺文化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